大家好,我是游子 哎呀,昨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 外面雾蒙蒙的 然后我就不停地咳嗽 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咳得难受得不得了 又吐又咳 又鼻涕又眼泪的 后来打开新闻一看 原来在加州又有火灾了 我说我是闻到一点点烟味了 但是就是说不上的 哎呀,看着这新闻真是 一栋一栋房子给火焰吞没 周围的人都闻到了烟的味道 好多人都离开了家 因为这个烟如果呛到肺里边 是很难受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晚霞 真的,每天晚上的晚霞都不一样 都非常的奇特 不过,到了晚上 我发现这个烟已经慢慢地给风吹了 因为差不多四点以后就起风了嘛 然后我也能感觉舒服一点了 好多朋友跟我说吃大蒜 确实啊 那几小时我剥大蒜 一点也不咳嗽了 但是我就是吃不了这生的大蒜 也许这就是南方人嘛 今天早上一看 我的天啊 背蓝的天 这才是正常的洛杉矶的天空 那海啊 好蓝好蓝哦 一点风也没有 我决定出去 把这盆铜蒿 给它分苗了 因为当初我就是把 整的一个花苞啊 我也没去选籽出来啊 就一个个花苞扔在这个 种植床里 现在它每个花苞都出来一撮一撮的 这个铜号 所以我现在要准备把它分苗了 要不然有的地方你看很空 有的地方长得很密 首先我要把菜床里这些草啊 全部都拔掉 清理干净了 我才可以分苗 分苗很简单的 就是把一撮给挖出来 然后把苗一根一根的分开 然后再一颗一颗的种下去 种的哪怕不整齐也没关系的 反正这个盆啊 我全部都种这个小的铜号 我另外还有一盆是大铜号 这盆是小铜号 冬天了 想要吃火锅 这个有机铜号 我跟你说特别香 而且你捡了一茬 它还会出来一茬 现在我们来看看 要种下去是怎么种的 其实很简单 一小勺挖个洞 放下去就好了 种得挤一点也没关系的 反正先这么一排排的种 然后要是还有多下来的呢 就找空的地方种 种铜号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就是种在太阳 不是很多阴凉的地方都没有关系的 它需要水 还有就是光 只要有光 只要有光 没有太阳 它也照样 长得很好 我是觉得铜号 是最好种的了 有的时候你今年种了 然后它出子 你也不用去管它 到明年 它自己会滴滴长出来 就像我种雪莉红 种了两年吧 后面我都不想种了 它就一会儿冬出来一个 稀出来一个 我就这样随便这样拔拔 我就可能腌制一瓶了 所以种过的菜 以后有可能你就不需要杀子 祭菜也是这样 祭菜如果长到后来 只剩几颗了 你就不要去拔它 让它生子 然后让它自然的撒子 到了第二年 它又会长出来 祭菜有的时候 一年可以长两次 春天跟秋天 冬天也会长 所以这些都是像野草一样的 特别容易生长 只要给它水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再给它一些蛋肥 那它就长得很快 我基本上都已经种好了 接着我只要给它轻轻的撒上 缓苗水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盖上网 最近松鼠很仓皇 它这么高的种植床都能跳上来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这里没什么太阳 所以呢 一天浇水 一天不浇水也可以的 也有不少朋友问我 哎 这个浇水到底怎么浇啊 浇多了吧 菜又烂了 不浇吧 又干 我是觉得啊 每天 早上也好 晚上也好 不要大中午浇 给它浇一点 那是最好的 不要浇太多了 然后如果有下雨 那你就不要浇了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土啊 用小指抠一下看看 下面如果还湿的 你就不需要浇水 因为这些小苗啊 都自己会去找水 但是如果你挖了一下 下面还是干的 那肯定上面也是干的啦 那你就得浇水了 好了 大工告成了 这样的种植床啊 人站着就不是那么累了 旁边这个种植床啊 长的生菜 这已经是第二批了 我准备把这一批 今天全部摘了 让它再长第三批 尽量找大的把 你也可以剪叶子啊 因为这一个种植床的生菜啊 这个籽啊 不是我撒的 是我把一颗 已经收过籽的杆子 埋在了下面 所以它就一批一批的长 你拔掉一批 哎 它下面一批又长了 哎呀 我都没想到 采了那么多呀 因为我是把大的 全都采掉了 小的还是留在那里 还有一些 就是 小的 很小很小的苗 它也是因为 就没地方长了 因为给大的 遮了太阳嘛 现在把大的拔了以后呢 它就能见光了 它就会往上长 所以这批拔了以后 我只要浇水 它又会出来一批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是不愿意收子啊 没关系啊 能收的收下来 不能收的 就连那个杆子 一起埋在土里 它照样 长出一批菜来 同样我也给它浇浇水 现在 把这个生菜啊 这个带土的根 给拔了 这个菜啊 一片片叶子好大 而且这个生菜啊 很嫩很嫩的 你可以包肉吃 也可以涮火锅吃 哎 我又准备搓一下水 放点蚝油 就这样吃 最简单的方法了 大家都说 You're so lucky 洛杉矶 现在还能种菜 因为有的地方 现在已经入冬了 根本没办法 种任何东西了 我确实觉得 我们很幸运啊 天气那么好 这个绿叶菜 就是要这样的天气 它才能长得好 太热 它也长不大 太冷了 它又冻死了 所以洛杉矶 真的是 可以一年四季 都种菜的 种菜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根据季节来种 这样呢 种出来的菜呢 虫就少 你看这些生菜 你看这些生菜 一点虫也没有的 我现在是要把泥洗干净 就好了 哇 采了满满的一个水池的菜哦 我就在外面的水池里 洗这些菜 这样它流出来的水 就流到了下面那个五加冷桶里边 然后这些桶里的水 我就可以来浇菜 这样又节约水 今天因为外面空气不太好 所以我不想多干别的事了 赶紧回房间 我是戴了口罩 来外面做事的 突然发现这个种植床 还有些空的位置 现在冬天了 要吃火锅 我想种一些香菜 其实这些空心菜吧 应该是要挖掉了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挖 就在它空的地方吧 撒了一些香菜籽 先把土弄一下松的 然后挖几条沟 就把香菜籽撒进去 有的人说香菜很难就是发芽 那主要是看你的虾菜 这个籽啊新不新鲜了 我这是今年夏天 自己刚刚收的纸 所以是很新鲜的 也不需要泡 也不需要敲 就直接撒下去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再给它浇一些水 让它吸满水 它慢慢 这个生菜籽就会裂开 然后它就会发芽 好了 浇完水 我真的要进去了 都快11点多了 要12点了 今天中午 就想煮两个素菜 我煮了一盆水 放了一点油 再放了一点盐 准备把生菜 放在开水里边搓一下 但是我挫得很深的啊 可以说是半生半熟的 就把它捞起来了 我把所有的生菜都放下去 才发现 我天哪 那么多呀 哎呦 估计今天这两顿也吃不了 那没关系 就留一半明天吃吧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生菜我更不能煮的太熟了 泡一下 赶紧就把它捞出来 刚刚地里剪下来的生菜是很新鲜的 所以不需要弄得很熟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冬天啊 我吃不了凉拌的生菜 吃了就要拉肚子 所以呢 我一般都是水里搓一下 半生半熟的 其实舀起来还是脆脆的 现在把水全都憋干净了以后 只要浇上蚝油 就可以了 我买的这个是素菜蚝油 所以很方便 它不是很厚 比较稀 所以很好用 我爱吃菜 这盆菜啊 哎呦 让我可以吃个过瘾了 冰箱里我拿了个萝卜 做了一个萝卜汤 然后我用这个汤 放了金针菇 还有剁下来的牛肉 最后 还把夺下来的一些泡菜 包括这个泡菜的汤 全都放在里边了 我跟你说 这个汤啊 太好喝了 主要是我现在咳嗽嘛 要多喝一点 萝卜汤 这个泡菜啊 不是辣的 看上去它有红的辣椒 那是韩国人的甜辣椒 不辣的 所以 哎呦 喝了我吹一身汗 好舒服啊 我又把朋友送的芝麻饼 这四分之一的芝麻饼 烘了一下在烤箱里 Sam说他也要吃 所以我们一人一半 有朋友以为这个饼是我做的的 不是的 是我一个朋友做的 我跟你说啊 他这个饼啊 你吃了永远也不会忘记 而且吃了还想吃 我几次想试着做 但是 他那么一个大饼过来 我最起码两个月 就不想吃 这个大饼了 更不会去做了 所以 我跟他说了 我以后你不要给我做了 我自己来试试 下次我做的时候 给大家看哦 我盛了满满的 一碗汤 我吃了 半个饼 一碗汤 还吃了好多生菜 我经常会 前一天 所有的菜 各吃一点 但是第二天 我就把所有的菜 都放在一起 然后缺什么 再加一些新鲜的菜 做成一个这样的麻辣汤 这个 又可以让我吃一天了 而且里面 好丰富的东西啊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祝大家周末快乐